在後面看到王子 其實我覺得如果香港人是聰明的 商界、娛樂界那些就請他來開個演唱會 小小的我想相當實賣了 他肯定懂英文唱英文歌 他不可以輕視他這個力量 他都已經在菲律賓以歌聲身份 沒有依賴他的皇室成員身份 打出名堂了 所以我們是有理由相信他應該來香港再獻唱一次 也可以洗脫整件事的嫌疑 現在他說五月再來 說真的 究竟他是不是再來我們不知道 再來也牛眼看著他 我覺得最好就是他來唱歌 這個反而是最不開玩笑 但是如果說不是 再來搞這個投資 五億還是十億呢 是不是真的來投資呢 搞家族辦公室呢 所謂damage is done 就是傷害已經造成了 他這件事就對特區政府 尤其是剛剛通過了三條 正在準備 拼經濟制大搞一番 這樣搞這件事呢 就真的很難說 很難說 而且呢 那究竟事件背後是否有陰謀呢 那是很多事情可以說的 其實很值得說的 只是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似乎完了又似乎還未完 那我就覺得他再來的機會是有的 我們跟他應該有緣分再見的 但是問題如果他又不來 又沒有了夏文 究竟他那個雞棚搞成怎樣呢 被認為雞棚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沒有了夏文那又怎樣呢 再再都會影響到 就是阿超的政府那個威信 怎麼樣都好啦 威信就不多了 但是總是 現在既然是二十三條之後 北京都給了一個讚 他叫他 要要要要要 給一個讚 他要要 就是 拼經濟了 那本來這件事呢 多少倒一些的 但是那這件事如果你問我呢 我只肯覺得是 是阿超的政府的人 就是差了 那當然啦 可能突然間個個怕他是 就是 就是 騙子啦 當了王子是騙子啦 所以呢 那些官做事呢 就是這樣 哎呦 我不出席就算了 然後這麼空間 那個個都走了 沒有一個人想著 大局的問題我們都要 頂硬上的 其實沒事的 他就是騙徒 那怎麼辦呢 你就出席咯 然後簽完約不來 不來就完了 沒了事了 投資他不上了這樣 他沒有錢拿來就沒有話說的啦 其實 之後也都沒有人會追著這宗新聞的 這宗新聞 這宗新聞是完全在最適當的時候發酵的 那一開始我們看到新聞 我看到新聞 他突然間急事不來喔 那不就不來咯 這麼多商家來香港 那宗新聞做不成就算了 至於你說什麼家族辦公室啊這些 是不是 這些王族啊 我們社會主義的嘛 我們現在被迫都 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部分啦 在香港 那我們根本就不應該歡迎這些 這些騎在人民頭上 這些應該是鬥爭的對象 我們不單只推到資本主義 更加是推到一些帝制 自己都推到了帝制 人家那裡還是有這些帝制 這些這麼封建的東西 是不是 你想一下 你以為阿聯誘很富裕啊 沙利也很富裕啊 是很富裕啊 不過普通窮人依然很窮 比我們窮人 所有財富集中在這些 吃飽無憂米的 所謂的王族身上 這個公道 你給錢去賺 就把財富又不是落到一般平民 那你完全違反社會主義 搞這些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就沒得說了 不是沒得說 而根本哪想到這麼遠啊 北京幫你穿鎮引線 可能還有些國內政協 包括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相當好笑的 就是整個過程 本來就說很多官是會出席的 牽頭那個呢 其實見到呢 就是 梁振英都有份的 結果就不出席了 然後很多人都不出席了 然後就有傳聞出來 他是假王子 又不是真王子 不過是 是誒誒王子來的 據說杜拜那裡 杜拜 就是這個國家 他是阿聯酋的首都來的 杜拜 原來他是七個加盟共和國之一 這麼小的地方很多個 杜拜是最富裕 那他是杜拜 但是那個王族都二三十人 就是那個王室是很龐大的 一夫多妻妻 所以這些就是王叔來的 是吧 那都是prince 是吧 那自己賺錢的了 那他都應該是有錢 還有他是有 可以做到有少許的官職 而且他 在菲律賓已經是一個成功的歌手了 那究竟他有沒有錢呢 那媒體就追不到 如果沒有錢的 沒有錢都不奇怪的 給你一些關係 可能都是很重要的 就算他沒有錢 個人沒有錢 那不等於他是欺騙你錢的 他幫你招其他王族來 都容易一些 照計不應該這樣對人的 所以整件事情 就覺得香港政府做什麼呢 最恐怖就是 就算你開始發覺 這個不是真王子 這個假王子 像假王子 那你是不是應該 想一下怎麼應對這件事情呢 現在就說什麼 還沒做 due diligence 可能也不是的 他似乎都問過 這個是王子來的 就是王室成員 是貴族了 他有沒有錢 你問外交那些 他當然不知道 就算是獨拜香港的外交人員 都未必知道 似乎他是 總之他肯定了他的身份 就算了 但問題有其他消息顯示 他就是 可能就是因為你見過他唱歌 那唱歌可能很有錢 唱歌的人可以很有錢 是吧 那這件事究竟是什麼呢 是吧 你叫他來了 出席嘉賓 本來有梁振英 是吧 本來有投資都安處處長 劉凱全 是吧 沈運龍說之前有很多局長 跟著見過呢 消息傳開 每個人側側就不理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這幫香港的官員全部都是不想負上任何責任的人 就是為官呢 最不好的東西就是 見到有問題就閃開 但是呢 十個官九個都是這樣 官僚就是這樣 那這些就是沒有擔當的表現 最壞給我做官 我明知道他是騙人的 那算了 我就來到了 跟你做個雞蛋糕吃 聊幾個行李 然後 被你找了路襯又如何呢 那因為這些事情 不可以公開的嘛 就算被人找了路襯 那我就暗了底算數了 虧了一頓飯給你而已 其實是醜什麼的 那以後沒有生意 沒有交易 那就不要借錢給你 不要讓你騙到投資 那大家就沒事的啦 為什麼你那個乾牌了的東西 竟然不去呢 那好吧 你不去就罷了 不去 你又沒有把握這件事 不公開的 翌日已經公開了 你記不記得 王子突然說不來啊 緊急取消了 那才有人開始留意 那好吧 留意就有了 跟著南華早報就爆了很多東西出來 包括他們的樣子 這些東西都是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都是在常識裡的正常 他又沒有騙過你一毛錢 正如沈文龍這位廣州的政協 那都是政協 都是中方人士 很見政府跟這幫親中的 那是對的 覺得這幫人經常想騙香港政府錢 所以一發覺可能有騙子 當然好像我們每天都收很多騙子電話 這樣就不厲害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背後有個局是要抹黑你的香港政府 你現在超政府利用這件事 看來是 我們見有些消息傳出政府的人就說 發覺可能在操作著 整件事不用說了 我們看結果就像 你的特區政府有事又不敢做 官僚 每個人都逃避責任 接著呢 整件事就和了 接著就傳出有這麼多醜聞 其實看來又不是什麼醜聞 總之整件事就對於這個特區政府的形象 全部抹黑得很厲害 特別是這個 這個超這個政府更加又踩多腳了 特別是你又要準備要聘經濟的時候 那就是好的不靚 醜的靚 以後又怎麼樣呢 那我就說了 五月他會不會來呢 那這些都是我很擔心 就是很引起局界關注的事 那中間傳出的消息呢 就是這個王子搭了雞鵬之後呢 突然搭了香港的腦子之後呢 就取消了他那些其他形象啊 那些藝名啊 那些都不出現了 又不出去唱歌了 那就突然包裝為王子來了 似乎是想騙錢的 就算是 那就怎麼樣呢 所以整件事是真是無風起浪的 你又沒有被人騙到 剛才 那用不需要搞到這樣呢 搞到現在就好像是一個不知道是什麼事的 就是呢 現在還是人家罵你啊 人家斷言來講 你當作是賊啊 當作是騙徒啊 是不是 開幕不斷降格 是不是 本來說有陳莫波來 是不是 本來有梁振英來 跟著呢 副局長 本來是副局 陳浩廉來 財經副局長 再搞到投資推廣的處處長 處長都不來 最慘了 哇 王子就很生氣了 怪難者走人了 這樣 好了 走了就算了 為什麼整個故事 如數加珍地扔出來呢 整個故事扔出來之後 對誰有利呢 對所有人都沒有利 除了令到阿超的形象再降一級 背後是不是有個大陰謀 要弄走阿超 所以就要搞這種搞場的大龍鳳 可能本來不是大龍鳳 是不是 本來不是大龍鳳 本來是真的 一方面就想騙人了 一方面 留下生意的 不是除了他有會計學位 有金融財務的專業知識的 除了唱歌之外 他就想 咦 我來到 我沒有錢而已 是不是 可能我都是只有幾千萬 我釣魚這樣 丟一個舵在那裡 然後我回去勾引皇室來 我中間收勇 是不是 這邊又騙你政府丟一些錢 在那裡收勇 可能他想來一番作為 如果他做得到 那麼為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不好呢 就是十雙九騙的啦 騙騙騙 你騙到就行了 有什麼所謂呢 是不是 但是整件事結果就搞成這樣啦 是不是 結果就搞成這樣啦 對於香港政府搞成這些 去中東賺錢啊 由兩年前已經去了啦 阿超 是不是 去訪問人家 想叫人家投資 人家就想叫你投資這樣 到現在啦 先都不先 找個先掛沙都找不到 但是是非 醜聞就不斷了 是不是 而這次我覺得最懷疑可疑的呢 就是因為見到本來是梁振英 跟著就沒有 那就沒有就算啦 是不是 你叫他啊 跟著是不是他特意周圍講呢 讓他超猶豫一次呢 這樣 那如果是的 那梁振英都是個猛人來的 不可以罵他啊 二十三條調查他了 你故意抹黑政府 是不是 煽動顛覆這個 煽動市民不滿政府 二十三條是本來對付這些的 還有誰是竊物的呢 我講過啦 南華早報是竊物的啦 這個是官方機密的啦 裡面的資料全部都公開了 這些不是立法 就是要阻止這些毀壞政府名譽的新聞不斷地出現在全世界啦 結果呢 那頭裡面發那頭就爆給你看看 那你是不是抓人 告人要查一下那件事背後呢 我們一查一下 背後又涉及政協啦 政協副主席啦 跟著涉及整個集團準備推論 那個集團又有北京有些人幫他啦 包括那個報紙都可能有些 啊 我說的 這些就是我們所有可能性都要分析 那因為這些呢 都不是一件好事啦 鬥爭還鬥爭 不要搞香港的名譽 搞差了就做不到生意了 就是人家外的人想來香港 想來什麼你整天在鬥爭的 跟著這個鬥那個 想鬥到一個特首 跟著又願意拘捕人 無緣無故拘捕我 拘捕王子就不好啦 你有二十三條嘛 那就中了人家外面包裝你那個不好的形象啦 那整件事處理真的非常的差啦 是不是 引起不少話題啦 多謝大家就聽了我一堆 引申而發的評論啦 所謂啦 是不是 我們希望香港好的 是不是 始終提醒啊 超政府 就是要小心啦 做事是不是 但是他都很難改善到啦 他那幫馬呢 也都負責任一些啦 真的發生有事的時候 你都要懂得用 犧牲自己維護著政府的權益先啦 不是 每個人先走 始祝我們那些民主派 要有事先閃 唉 相當令人失望 多謝大家